解答网络热门宠物视频 美国可卡犬 温馨提示 本期主角是漂亮国人曾引以为傲的改良犬种 事实上作为宠物犬也确实优于英国可卡犬 所以这期我就不推荐金毛了 嘿嘿 问题一 美卡的起源 美卡是个几乎没有历史的犬种 17世纪英国人就带着英卡前往到达了美洲大陆 整整待了两个多世纪 直到19世纪漂亮国人才开始研究改良英卡这个犬种 很快改良出了符合漂亮国人审美的美国可卡犬 并在1883年参加了第一次全展 在美卡繁殖者的不断努力下 1935年可卡犬被AKC正式分离成英国可卡犬和美国可卡犬 并在第二年开始了同台展示 但英国人一直很抵制美卡 直到1968年才宣布认可美卡 我怀疑英国人就是被迫承认的 但是我没有证据 所以当我没说 漂亮国改良犬种更注重比赛展示性和家庭陪伴性 所以样貌和性格必然是要有变化的 样貌上来看 相比英卡的长脸 美卡的脸型更加圆润小巧 全身毛量也比英卡更加茂密 体型也略小于英卡 整体看上去英卡更像是一名绅士 而美卡更像一个小公主 而性格方面 美卡比英卡要更加温顺 没有攻击性的他们喜欢与人亲近 愿意陪伴孩子一起玩耍 更适合作为家庭伴侣权来饲养 美卡是个懂得利用自己智商的权种 表面看他很愿意陪孩子们一起玩耍 实际是他需要孩子们陪他一起玩耍 来释放自己的充沛精力 所以他的性格格外温顺黏人 对人热情友好 在完美继承了英卡智商的同时 美卡在情商方面也更接近他的大哥大士兵格 他会很机敏地观察禅士官的情绪变化 禅士官开心时他会放肆玩耍 禅士官繁忙时他会默默陪伴 而且他对待其他动物也时刻处于友好状态 就这么一个人出无害的狗子 难怪一只霸占漂亮国最受欢迎全种排行榜前列 总结 以美卡的长相和性格 在国内宠物界本应有一席之地 但为什么没有普及开呢 看我视频的元老恶势力们都知道 漂亮国是改狗界的泥石流 他们改良全种很少兼顾到健康问题 所以美卡除了和英卡一样容易得耳部疾病外 还容易有青光眼和樱桃眼的问题出现 另外美卡作为小公主 日常打理的同时还需要定期修毛 修了毛的美卡长这样 长期不修毛的美卡长这样 所以你会选择养这么一只善解人意的小可爱吗 下期视频就伯恩山吧 小伯这不是来了吗 伯恩山之后你们是不是又会集体起 要求圣伯纳插队 真是不敢想 我是PD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at我 RESPECT